我們都知道碰撞是一個物理的現象 因此我們才有像是彈性碰撞 還有非彈性碰撞等等的公式來分析它 但是你知道其實碰撞可以用數學來分析嗎? 其實物理的碰撞和數學的機率 有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怎麼用機率看碰撞 首先想像你是一顆氣體分子 那你周圍也有很多和你一樣的其他的氣體分子 那因為有溫度 所以你和其他的氣體分子都會做熱運動 因此你們就會有一定的速率 那因為這個速率呢 你遲早會和另一個氣體分子做碰撞 問題來了 兩次碰撞之間會相隔多久的時間呢? 平均碰撞時間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它要回答的問題是 兩次碰撞之間平均相隔多久呢? 剛剛說過 我們要從一個機率的方式來看這個問題 因此我們就需要定義一個機率 我們叫它P 那因為它會隨時間變化 所以它是一個T的函數 不過我們要怎麼定義這個機率呢? 我們就定義它的意義是 從時間0到時間T 你沒有和另一個分子相撞的機率 你可以很容易理解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定義呢?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後 這個機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把這個很短的時間叫做底T 這裡的字母D 代表的是很微小的東西 底T就是一個很微小的時間間隔 我在這裡先寫出一個描述 T加底T的時候的機率 和時間T的時候的機率的關係式 讓我來告訴你為什麼這個式子是正確的 你可以想像把底T 這樣的底T把它消掉 最後一下呢是底P 但是底P的意思就是一個很小的機率變化 那你看一下這個式子 後來的機率是一開始的機率 加上一個很小的機率變化 這個事情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這個式子就當然是正確的 好的 現在我們要來從一個三維的角度看事情 在三維空間的你 經過底T這個時間 你會掃出一個圓柱 這個圓柱的高會是V底T 因為V是你的速度 應該說它是你的速率 那底T就是這個時間間隔 我們假設你的截面積叫做Sigma 另外我們還要假設這個空間中 單位體積有N個和你一樣的分子 問題來了 這個圓柱內會有幾個分子呢 你可以想一下 單位體積有N個分子 但是這個圓柱的體積呢 是底面積乘以高Sigma 乘以V底T 因此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N SigmaV底T 好大家還記得這個描述幾率的函數嗎 現在我要告訴你另一個寫出 T加底T的時候的幾率的方法 這個T加底T的幾率就是 從時間0到時間T加底T 你沒有和另一個分子相撞的幾率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你在時間0到時間T沒有碰撞的幾率 乘以你在底T之內 沒有和另一個分子相撞的幾率 是這兩個東西乘起來的 但是後面這一項呢 不和另一個分子相撞的幾率 就是1扣掉有相撞的幾率 因為1是總共的幾率 那有碰撞的幾率又是什麼呢 其實有碰撞的幾率就是 你在時間底T中 會預期撞到的分子數 你想一下喔 如果你會預期撞到一個分子的話 那不就代表你一定會發生碰撞嗎 因此你沒有發生碰撞的幾率 就是1-1等於0 所以後面這一項也是很合理的喔 好的 那數學上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還記得剛剛的那個公式嗎 現在我們有兩個描述 T加底T的時候的幾率的公式 我們就把它畫上等號 解這個方程式 我們會得到這個常維分方程 那因為它是這種常維分方程 我們就知道怎麼解它 它的解會是這個樣子 p就是這個幾率 它會等於1這個數字的-n-sigma-vt次方 那這個1呢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油拉數 等一下 我們不是要算平均碰撞時間嗎 為什麼我們扯了這麼多有的沒有的呢 好的 現在我們就要來正式進入 平均碰撞時間了 我們先想一下喔 在時間T到時間T加底T 有碰撞發生的幾率 是不是會碰撞的幾率 乘以在這段時間內 有多少的分子 那數學上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 因為有多少個分子 我們之前已經算過了 那碰撞幾率呢 我們也可以用剛剛得到的結果 把它代換掉 好的 終於要算平均碰撞時間了 平均碰撞時間 就是你隨便選一個時間 然後把那一個時間 乘以會在那一個時間 發生碰撞的幾率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因為我們的時間間隔區很小 所以這個和會變成 積分 於是 作學上就寫成這個樣子 現在我們只要算出這個積分就可以了 我在前面提出nSigmaV 因為這樣裡面 我們就可以用u等於nSigmaVt代換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積分呢 你去查表 就會發現它等於1 因此 我們終於算出我們的平均碰撞時間了 T等於nSigmaV分之1 記得平均碰撞時間的意義是 兩次碰撞之間 平均會間隔多少時間 因此這個就是怎麼 從幾率看碰撞 我是Delta Knowledge 我們下次再見